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玄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first up 时尚 我是你的贴心讲师骨头大大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这一堂课就要适与我们的女装案例为 时尚课 那么相信在前面的几堂课当中 我们的一些新的知识点同学们已经学的 差不多了 并且能灵活的去运用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你们学以自用的时候了 可能这个时候有些小伙伴就迫不及待的说 老师快点进入时尚课 好,没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就带上你们的热情 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时尚课上来 好,首先是我们的首页 我们这节课呢 就要完成这个首页的背景几堂 剩下的我们就在下面几堂课 再继续跟大家讲解 这个时候可能有些同学说 完成背景几堂 这背景好简单 你别看它好像很简单的样子哦 其实很复杂的 而且有要与定的耐心 所以说你们一定要打起机上来 这是耐心是学设计的第一步必备的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吧 好,首先我们还要说新建的 新建 那么我之前也说过了 我们的宽度现在是给全屏1920 主体内容给1200就好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高度 我给了1000 分辨率72就可以了 原式是RGB模式啊 确定这些前面都讲过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给它填充一个颜色 我们来看一下人家的颜色 可以吸一下它的背景色 你要临摸的话 要临摸的像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 好,那么在做起它之前 我们首先要养好好的习惯 给它进一个参考线 我们来看一下 确定一下它的中心点 好,大概就是这里 或者说你由于不确定它是不是真的中心点 你可这样子Ctrl T来看一下 对吧,不是 所以说你就要给它拉一条到中心的 好,那么这条不需要了 把它扔到一边去 那么再来固定 来看一下 把我们的主体内容给设计好 好 这个是看到了 红色的 这是中心了 好 这个在前面的一个案例当中 也跟大家讲解过 好,那么我们快速过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首先的第一步就是 我们要做一个底部 底部的话 大家看到了 是由一个紫色 粉色到白色的一个过度的一个渐变 好,我们先来指射 或者说 如果说你要做的很像 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把它们的一些颜色给吸 这样子的话可能会与它的圆图 会比较相似 不过我们的话一定要灵活 我们学习 要学习的是它的这个技巧 还有这个方法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它给 通过高速模糊去模糊它 让它与背景更加的融合 好 大概这样子 后期我们还可以通过修改 我的话因为时间问题 我可能不做太细 但是你们能力写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快速的 你们在下面做的话 一定要细心哦 尽量做到好好的哦 好 我感觉吸它颜色不是特别那样 你可以稍微吸了 然后调整一下 现在是一个粉色 你们可以稍微的 好 好 我就大概吧 还是一样的方法 母呼 给它一个高速母呼 好 Ctrl T 给它拉扁一点点 来达到我们 语气的一些效果 好 稍微再调一下 好 确定 那么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这上面就是一个 白色 其实也不是完全白的 你可以稍微调节一下 好了 就这里 再画一个 图元 刚才前面讲到了 它的工序 是比较反啥的 可能基本都是一样 但是就不断的去 去做 不断去调 好 这里再续位 再调一下 好 确定 好 压扁一点点 那么我们可以在整体的给它一个 组 好 看这句 组 这个就给它命个名吧 我们来养成比较好的习惯 好 就底部的 底部光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整体给它一个 Ctrl T 选中 稍微拉 拉长一点点 压扁一点点 好 大概这样子 作为我们的一个底部的光源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的给它加个模板 呃 给它调节一下 好 再选中 要调节我们的 给它给个透明度 0 好 大概就这样子吧 那么再看一下 后组 后组 如果觉得不合适 还可以再调的 我们先把大体的框架给搭起来 好 那么背景的话 看着这个样子感觉要叠好如成啊 工程好大 不要气馁 好 我们来跟着我一步一步的 不 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全的 是这个蓝色 紫色 是一个紫色 好 我们来画一下 只是稍微有点大 它是在我们底部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给它一个滤镜 不过我觉得嘛 可以稍微的再给它一个 调一下它的颜色 它没那么暗 好 大概这样子 确定 那么就给它一个高速模糊值 让它融入到我们的背景当中来 好 调到你为格式就可 那么再看 那么接下来它也是一个比较 大的一个紫色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要画一个圆 就比刚才那个圆稍微要小一些 那么我们调的颜色 那肯定要更浅一点了 好 确定 那么给它一个模糊 还是我们的高速模糊 可能不断的使用这一步 在有些同学就已经感觉好烦躁了 所以说一开始我才跟你们说耐心 耐心做设计 都这样子 好 确定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 现在的话就到了我们一个 一个深一点点的粉色 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吸一个颜色 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吸一个颜色 感觉有点卡 好 好 就这个颜色 好确定 还是画圆的 只是我们可以在它吸的颜色基础上稍微的给它改变一下 稍微提亮一点点 好 那要给它更模糊 好 确定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比较粉一点的了 好 粉一点的 确定 好 大概调到这位置 你感觉 看得顺眼就好 嗯 然后这是一个白色 实际上有一个 更有一层吧 这一层 好 所以说大家不要写麻烦 慢工出细活 不如多 那么才写了你的作品是好的吗 步步来 好 确定 是一个接近比较白色的一个 哦 好 还是给它一个模糊吧 不像那么大 好 大概这样子就OK了 好 你们来看一下 不应该要完全一模一样 你知道当中是怎么做出这种效果的 记住这种方法 灵活一用它就可以了 好 这个我们是我们的 背 背景的光源 好 就没关注 不认识